风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先民由关渡码头进入台湾北部开墾 也从福建梅州带来妈祖信仰 关渡宫 北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 相传公元1895年 庙口三棵老榕树突然枯死 居民认为是妈祖市井有灾难降临 便提早躲避 果然不久日军占领关渡 到处烧杀 日寇还认定关渡宫与关渡皆明有抗日行为 便将妈祖神像泼洒煤油焚烧 大火熄灭后 信众发现妈祖神像仅脸部被熏黑 今生并未损坏 关渡对岸的蛇仔型村民听闻此事 连夜抢救妈祖今生回村藏匿 适平后才送回关渡宫 从此并有了黑面关渡妈祖 每年到对岸寻敬的风俗 优优独播剧场ей 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